民洋国际科技公司现在黑历史也被人陆续挖了出来 有不少自称是前员工的网友 他们来到Google上留言 控诉这里根本就是一家血汗工厂 劳动部也统计了 其实在过去五年来 民洋就曾经因为违反安全卫生检查 甚至是违反劳检的规定 挨罚了五十多万元 而这起严重的事故当中 其中一名死者员工是厂区内的灵性经理 让家属相当悲痛的呼吁希望公司可以拿出诚意 来尽到理赔的责任 民洋董事长也表示 将在明天下午举办线上众讯记者会 来说明后续的财损跟赔偿等事项 民洋国际高尔夫球代工厂发生严重火警 公司黑历史更被一一挖出 看看Google评论只有2.9颗星 留言区更有不少疑似来自前员工的控诉 有人提报民洋根本是血汗工厂 本心只有2万出头 加一堆津贴才超过基本底薪 如果不能配合超市加班就不给深正值 甚至有网友提报机台操作 曾经发生切到手的意外 还很酸想去吸噪音吸粉尘的人 就去应征把整个环境很伤身 超市工作部分的确 从107到今年的921 他有连续三次的超市采访 的确有发生员工 实在的状况 那大部分是卷颊 跌倒骨折等等 摊开明洋国际科技公司2018年至今 曾因违反安全卫生检查规定 累计遭罚20万元 从2021年起连三年也因为让员工超时加班 被处以30万元罚还 5年间合计被罚了50万元 劳动部强调等救灾告一段落将会前往劳检 而这回重大火警酿成严重事故 死亡的员工当中还有一名是在厂区内任职的联系经理 根据了解事发当下他原本已经平安逃到户外 但转头发现火事开始失控时 他又掉头折回工厂要其他同事快逃 没想到最后葬身火库 如今公司该怎么对受伤者负责 又会面临什么样的赔偿责政 由网友齐底明洋国际科技公司2006年成立 2014年挂牌上柜资本额大约是5.9亿元 是全球高尔夫球指标制造商 外销比重将近5成 等于每两颗就有一颗是明洋生产 而全球前五大高尔夫球品牌 都是明洋主要客户 而目前明洋国际科技公司的商业火险 有消息传出是由6家产险公司共保 保额大约15多亿元 屏东地检署表示 已经对厂商财产申请包圈扣押 以防脱产 我们明天会有一个中讯的记者会 明天下午三前会是视讯的 而事隔一天董事长刘安浩再度到事发现场 也发出声明 表示代表公司向社会大众家属致歉 强调会权力负责 会从有扶须伤亡锦销与员工 预计会在24号下午的线上 说明会说明后续处理进度 以及相关财损赔偿等事项 记者综合报道